当地时间12号 伊朗议长卡利巴夫访问黎巴嫩 在贝鲁特同黎巴嫩总理米卡提和议长贝里举行会晤 随后前往贝鲁特市中心遭以色列袭击的地点 伊朗分析人士指出 卡利巴夫此次访问黎巴嫩 体现出伊朗支持地区抵抗力量的决心 目前由本轮巴以冲突带来的风险外溢仍在发酵 地区局势持续动荡 在这一背景下 当地时间12号 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访问黎巴嫩 在同黎巴嫩看守政府总理和黎巴嫩议会议长的会晤中 卡利巴夫表示 伊朗将始终与黎巴嫩政府和人民站在一起 并将继续向黎巴嫩提供支持 此外 卡利巴夫向离方通报了伊朗为制止以色列 对黎巴嫩犯下的罪行方面所做出的一系列的外交努力 值得一提的是 本次卡利巴夫访问黎巴嫩 使他亲自驾驶飞机降落在贝鲁特机场 从官方披露的画面中可以看到 当卡利巴夫的航班降落时 距离飞机不远处 仍然能清晰地看见以色列轰炸的地方冒着浓浓的黑烟 此外 卡利巴夫在会晤后 还前往贝鲁特南部郊区 同在以色列空袭中死亡的人员家属进行了交流 伊朗分析指出 卡利巴夫无视以色列对黎巴嫩的空袭和轰炸 率领伊朗代表团降落在黎巴嫩 这一行为体现出伊朗坚决支持地区抵抗力量的决心和意志 也是以色列警告伊朗航班不能降落在黎巴嫩后 伊朗用实际的行动来回应以色列的警告 因此卡利巴夫的访问有助于提振地区抵抗力量的整体士气 来继续反抗以色列 此外 伊朗外长阿拉格西在访问黎巴嫩 叙利亚 沙特 卡塔尔之后 将继续其地区的访问之旅 当地时间13号 他前往伊拉克首都巴格达 同伊拉克官员就地区局势 特别是巴以冲突和黎巴嫩局势举行会晤 伊朗舆论普遍认为 在美国的支持下 以色列对地区国家的持续挑衅 是地区局势紧张和升级的主要原因 针对以色列可能发动对伊朗的袭击 伊朗正在做着外交和军事两方面的准备 伊朗官方已经多次警告称 如果以色列对伊朗发动袭击 则伊朗将用更果断和更强硬的方式对其进行回应 总台记者尼子惠 伊朗德黑兰报道